今天是2020年4月13号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听节目 在这个周末A股IPO扩容提速的消息影响下 我们看到A股今天是延续了上周的调整走势 那么对于IPO扩容这个消息来说 虽然现在A股的IPO速度并不是历史上最快的 但是面对A股整体的体量越来越大 以及现在全球的空头环境 再加上A股像皮球那种几乎是指尽不出的格局 我们认为投资者因为对于市场后面究竟能不能承受 而产生恐慌情绪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从盘面来看 今天互生四大指数表现的都比较弱实 上阵指数 深圳城址 中小板和创业板 今天都已经是向下补掉了上周二留下的跳空缺口 另外今天互生两次的成交量只有4,990亿 这个成交量也是今年以来A股成交量最低的一天 以目前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大盘明后天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对于这个判断我们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成交量是只有165.9亿 这也是整个券商板块除了2月3号以外 今年成交量最低的一天 不过在券商板块30分钟图上 我们看到今天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超卖背离信号 另外在60分钟图上 券商板块在今天的最后一小时 有出现成交量放大的迹象 第二 我们之前一直关注的创业板指数 同样在今天的30分钟图上 我们也看到了很明显的超卖背离迹象 考虑到今天创业板上方还留下了一个跳工缺口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 创业板后面有回抽这个缺口的可能 第三 明天香港市场的假期就要结束了 北乡资金明天会恢复交易 考虑到最近几天 中国债券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 明天北乡资金出现净流入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所以我们明天需要去密切关注北乡资金的动向 因此综合起来我们认为明后天 大盘出现技术性反弹的可能性会是非常大的 至于说中线级别 我们看到之前创业板指数在日K线图上的小双底结构 现在已经是被破坏了 并且我们也看到 作为科技股中股价最高的卓胜威 最近的表现也是很差 之前我们提过 卓胜威这次反弹不会复制今年2月份的行情 但是却没有想到 卓胜威在反弹到半分位 也就是反弹到50%的位置以后 下杀的速度会这么快 因此创业板短期内很难会有像样的表现 但是不排除 创业板后面会出现反抽1937点到1943点 这个缺购的可能性 对于创业板 我们的看法是 创业板在周圈线布林中轨附近 也就是1925点附近 多空双方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博弈 所以创业板指数在1925点附近 可能会出现一个来回的震荡 另一方面我们上周说过 大盘出现二次探敌的两个信号 那么现在其中一个已经出现了 至于说第二个信号 即使大盘明后天出现了技术性反弹 但只要创业板块指数 出现有效跌破月K线布林中轨位置的情况 那么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果断减仓 消息面上 昨天晚上 OPEC加传出已经初步达成石油解产协议 这个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定 将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周末的时候 中国内地有媒体传出 希望实行T加林的交易模式 对于这个消息 我们认为有些人是想多了 这个基本上短期内是不可能会出现的 更何况 即使推出T加林交易模式 也不会是市场走雄 或者是走牛的转折点 市场热点方面 我们看到今天跌停的26只股票中 有不少都是前期的人气品种 这个对于市场的情绪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目前市场最具人气的警风药业 也只是六天五板 而连板高度最高的江南高鲜 也只是三连板 这些说明 现在除了防疫类题材以外 其他题材的操作盈利效应 并不是很理想 这样的情况 对于短线操作来说 难度确实是蛮大的 另一方面 今天除了生物医药 和食品饮料板块以外 我们看到机械板块的表现 也是比较活跃的 三一重工 恒利液压的股价 都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另外根据数据显示 中国三月份挖掘机的销量 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并且像三一重工 徐工 中联重科这些公司 之前也都是发布了 产品涨价的公告 这种量价齐深的背景 对于机械板块来说 显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不过 机械板块的活跃 是不是可以持续 这个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龙虎网数据 从这两天情况来看 机构资金的操作节奏 和游资几乎是没什么区别 我们看到今天主要获得 机构资金增持的一共7家 第一家中前股份 这是一家典型的装股 在之前一轮暴涨以后 股价在短短6个交易日 就出现了腰斩 今天盘面上是出现了一些 机构逢低介入的迹象 我们看到今天机构席位 是增持了2654万元 但是对于这类股票 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做介入 第二家三星医疗 属于防疫类概念 也带有一季度财报预增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 4508万元 第三家263 属于云经济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 增持2446万元 第四家山河药府 同样属于防疫类概念 也带有一些 一季度财报预增概念 继上个星期五上榜以后 今天机构席位 是再度增持了 2702万元 不过累计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累计增持 只有1622万元 在上涨过程中 机构仓位的这种变化 我们需要小心一些 第五家东华能源 带有一些口罩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 增持1053万元 第六家孟网集团 属于RCS概念 在股价连续回撤以后 今天虽然是被打到跌厅板上 但机构席位 却是逆时增持了2788万元 机构有一些短线抄底的迹象 第七家云内东里 属于国企改革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 4321万元 总的来看 防疫类概念和一季度财报 预增概念 还是受到资金的关注 那么对于一季度财报 预增概念 我们建议 你可以结合业绩 以及现在的市场热点 选择那些目前股价 偏离五日均线 不到8%的个股 这样的话 后面的补涨机会会更多一点 那么这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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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